张国立作为演艺圈里的老戏舞,他从临绩来给观众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作品。 不仅如此,妻子邓杰也是一个实力派演员,他的代表作业并不少,他们夫妻俩都是纯昧,比较受人尊敬的前辈,可是张国立近日却被外面吐槽,老师人都是抓到,就连婚姻也出现了一点问题,都知道邓杰是张国立的第二任妻子。 当时,为了和邓杰结婚,张国立和前妻罗秀春离婚,这正因为这件事,婚后邓杰却一直不讨好张默,后妈这个角色做得很辛苦,61岁的邓杰也被张国立要求两人不生孩子,有张默一个儿子就够了,然而不生孩子邓杰就忍了。 之前张国立和袁立在拍《纪小兰》的时候,两人在拍摄现场传出飞门,在片场待的久,两人也产生了感情,张国立婚恋出轨被发现。 从那之后,袁立就被冠上了第三者的名号,然而他们俩这件事整个片场都知道了,很快就被传到了邓杰的儿,躲里面。 结果邓杰气不打一处来,直接搬进片场找到袁立直接往脸上打了一巴掌,两人发现事情败露。 无意反驳只好默认了此事,尽兴的是江国立及时认错,与袁立断了关系,回归了家庭。 如今这件事再次被发出,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,袁立经常在微博中曝光某一些女星等娱乐圈里面的黑料,成为当下关注的焦点。 所以她之前与张国立之间的婚外院再次被发出,后来有网友评论说道,袁立天天报道娱乐圈水深,侧命的鸡女明星,可却忘了自己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过往,娱乐圈谁混不假,但谁能保证自己从出道以来,就是清清白白的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